时安风暴再起 台南地检署查获新好企业公司购买饲料用油之后 未称是可以食用的猪油 再销往正义公司 正义公司再将饲料用油混摻在食用猪油当中 制成了多项产品 而且市占量极大 新好负责人吴隆和今天凌晨已经遭到警方深压获准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上午也赶往正义高雄厂区 查封多项问题油品 所有风暴后多家食品业改用正义油品 但正义油品却遭查获 以饲料油混沖食用猪油 再制成精致油品销售 多项正义油品都纷纷中标 高雄市卫生局8号上午前往正义高雄人物厂区 将多项油品进行封存 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些还没使用的猪油原料 现场它这一草总共还剩下400吨左右的猪油原料 那我们就是针对这猪油原料已经做封存 那另外还没有售出的这个产品的部分 我们已经现场也做了一个封存 正义油品上游业者新豪公司 疑似以饲料油谎称食用猪油 转卖给正义公司 最后制成猪油产品销售到市面上 包括正义香猪油 微粒清香油 微粒香猪油等产品都统统中招 目前已紧急要求厂商立刻下架 哪些产品用到这些相关的猪油原料 那另外这些猪油的原料到底卖给哪些厂商 针对这部分 我们就是请厂商这边 还做一个清查 它总共它制成的是哪些的品项 那我们会把这些品项名单进出 把它公布出来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 初步调查正义公司的猪油原料 其中国内净油占8成 而来源之一的原料 就是疑似餐有饲料油的油品 产品相关流向卫生单位正全面清查当中 联合报王朝月高雄报道